不让他当这个总经理 那是为了教训他 是让他好好地反省 嗯 他倒好 十天半个月 连个人影都不见 这 他一个大男人 还真打算以后就这么混日子 不是 妈 你听我说 不是 你听我说 怎么回事 你哥 这些天哪 好几天没招架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你奶奶不知道从哪儿 听说他受了委屈 非逼着你爸呀 要把他调到原来的 总公司当经理 你爸倒是想 可是现在 电话电话没人间 人人联系不上 不知道到哪儿逍遥去了 那不正好吗 什么你找理由了 还是你了解妈妈 不是我小气啊 实在是两个公司 在他手里亏损太大了 你说家里再有钱 那也禁不起这么折腾啊 要我说呀 你爸就该安一下心来 好好培养你 你哥那边 该养养着 只要他不插手公司的事 我都懒得针对他 我爸这个人啊 你别看他穿着破了衫 打着高尔夫球 其实骨子里还是老一套 重男轻女啊 爱我归爱我 只要提到继承公司 又想着传宗接代那一套了 我最近也在想啊 要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了 我如果一直做空调这一块 永远都跃不过我爸 但是如果我要做自己的生意 那就不一样了 你想什么呢 你以为做生意这么容易啊 要不是我和你爸爸 在帮你搭架子 总公司在后面撑腰 你以为你的生意 能开展得这么顺利 我知道 但是爸爸不也常说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建材这块竞争激烈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了 转型是迟早的事 我最近不是在学MBA吗 我发现啊 消费升级这一块有空间 我在想 要不要试试做做投资 行不行啊 要是亏了钱 给人留把柄啊 现在做生意 谁还拿自己的钱做投资的 放心吧 我有自己的办法 先把盘子搭好以后 再说投资的事 门槛两个 家产过亿 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上千万 每年年费十万 用来遮掩益运营成本 大家把手里所有的关心盘活起来 只要能够接触到的项目 都可以拿过来考察 有发起人牵头 其他的人呢 是状况而言 是否愿意加入 是否愿意 那你是说 咱们自己做这个投资基金 对啊 女孩子一般家里指望不太大 别看家里有钱啊 但是呢 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 也就各把钱买 用来做投资根本就不够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人 加起来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轻轻松松就是上亿的规模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学着投资赚点小钱 还能在爸妈面前 算得正面的消息 我同意 我也可以 免得我爸说我天天只会美容和买包 但我怎么听着意思 好像不要男人 你俩不是关系网多吗 你们可以跟我们多介绍点关系 拉几个靠谱的项目呗 那行啊 我们就想要那种 你们嫌小嫌麻烦不愿意做的 放心 不让你们白做 要是做成了 一律给你们股份 嗯 正 老叶 老叶 老没长进 晓晓 你跟赵医生的事怎么样了 挺好的呀 他手术空隙灵信我 我做生硬空隙灵信他 完美 赵晓 再过两天就周末了 怎么样 把赵医生带回来 看看 不带 不带 为啥呀 这么大的房子 这么大的院子 还不够钱 带他过来 不会让你丢人的 嗯 这里丢人 哪里 哪里丢人 这里 好啊 晓晓啊 嗯 你嫌弃你老爸啊 老爸也 爸爸别疼你了 嗯 喂 还 还没找到 找 接着找 等我把这个龟孙子 给我找出来 我一分打到他的腿 你还没找到什么 等着找 神奇了 这次啊 大半个月没消息 看怕你爸急得 满脸包 皇后娘娘请安哦 皇后娘娘您要怎么私情要吩咐哦 哎呀 你就别捣乱了 我跟你说啊 你哥找到了 找着就找着了呗 有钱的时候找不到人 没钱的时候就出现了 不愧是曲连结嘛 挺能耐啊 哎呀 这回真不是这样 有人做局 骗他到澳门去赌博 欠欠俱债 就刚刚担保人啊 拿着欠条上门 让你爸 带着钱到澳门去领人呢 你说什么 我马上回来 毕丽 我们家是有钱 可钱都投在公司里 我们哪来那么多的现金 帮他还债啊 阿芳 我知道你很生气 是 连杰赌钱是不对 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我能不着急不上火吗 再说了 之前我有个朋友 就是因为赌钱不还 本人放在了通缉榜上 花再多的钱 也要找到他 这都多少天了 好好的一个人 连个人影都不见 我能不担心吗 再说了 难道以后您让他 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你看看担保人 带来的资料上 不光有连杰 还有他的前妻女儿 统统都在上边 难道您让他们 也生活在危险之中啊 你还讲不讲理啊 是我让他们生活 在危险当中还是你儿子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 为了拿地建楼 我们当初垫进去多少钱 你不是不知道 现在手上的几个工程 全都等着现金周转 银行还有那么多的贷款要还 替他还钱 钱从哪儿来呀 我可以把手头的工程 出让两个 把国内国外的物业 能卖的 都卖了 你做这个决定 你通过我没有啊 公司的项目你说出让就出让 你问过董事会没有啊 老曲 当初你离婚的时候 你可是一文没带出的门 这么多年 我们挣下的这份家产容易吗 你就为了取连结这个败家子 你就不惜公司的利益 不惜损害我 你就不想想 有多少个亿进得起这么糟蹋 等等 陈连结家到底欠了多少钱啊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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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个亿 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也把我吓一跳 我一直以为取连结是个软蛋 喘不出什么大祸 没想到 这次真的让他憋了一个大 突然觉得 之前你给我装的那套音响 也不算什么 之前还觉得挺夸张的 原来和你哥比起来 你已经很委婉了 我爸跟我妈 现在吵得不可开价 集体让我滚蛋 为他让我围观世界大战 说真的 我要早知道取连结这么傻 我当初知道他在赌的时候 就应该跟我爸说 毕竟取家的损失 就等同于我的损失啊 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 真的有点吐死忽悲 你这个成语用的 有点不太准确吧 你哥不许好是他自己的事 你们俩也没什么可理性 你是不知道 像我们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 想要学会很容易 从小到大 我爸跟我妈就只顾着赚钱 没有空赔我 再加上我爸骨子里 这种男情侣 从来对我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 对我可外的宽容 我记得那天我十八岁 刚出国念书的时候 我爸就一次性给我打了一千万 对我只有三个要求 一不吸毒 二不犯法 三不自杀 那个时候的一千万 很值钱啊 对啊 那段时间我坐飞机坐的 耳膜都重洗了 把整个欧洲美洲能玩的地方 都玩了一个遍 光买奥位包我就买了几十个 最夸张的是 我闭着眼睛无动用备注 某款包在全球各地的汇率和差价 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 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 不过还好 幸好现在的你 不是你之前的那个样子 像你们这种 从小到大都是轻音的人 很难理解这种感觉 我还是很感激我妈 要不是当初她把我叫回来 挣家产 我到现在还在这种 买包跟卡尔派的 各种无聊日子中打转呢 老赵 我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像我们这种 一系报复的二代 很容易被人看不起 我能像现在这样 有你 有朋友 还有工作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 不全是废柴和流氓 你爸 说得中肯点 流氓是 废柴绝对不是 根儿有点歪 不过幸好遇到的都是好人 所以姑娘啊 老天爷带你不薄 这个我得承认 但是某些人 拐着弯地夸自己 是不是很爽呀 嗯